我靠这个色素眼美太淤了吧 我看着觉得有点恐怖 嗨 大家好 嗨 我是Ricky 我是Nina 最近我们收到一个非常大胆的厂商 她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就是要让Nina试吃他们家的水饺 对 为什么说大胆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个地地道的北方人 我们家冬至吃饺子 过年吃饺子 有三菜我就吃饺子 而且我们还是自己包 Nina家对饺子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我们那个面要活到什么程度啊 饺子馅要怎么办才好吃啊 都是非常讲究的 所以说呢 我感觉饺当家 勇气可嘉 勇气可嘉 我们先来给他鼓鼓奖 我们也不是马上就答应他了 我们还有做一下功课 看完他们家网站之后 有两点倒是吸引我 想要尝一尝他们家的水饺 第一点就是饺当家的饺子 很大 看起来 很扎实 馅多 这一点就很像我们自己家 包饺子那种感觉 因为在台湾吃的饺子都是小小的 这个我也有感受 就是第一次去Nina家 那第二点呢就是 饺当家的水饺有很多口味 其中竟然有雪里红馅的 还有豆角馅的 就是大家说四季豆业 那这两种馅呢 在台湾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可是这时候在我们北方 我们家是经常自己包的 所以呢我就觉得 可以给饺当家一个机会 试试他们家的水饺 因为饺当家的水饺呢 是眷村口味的 眷村嘛应该是 很多省份的人都聚在一起的 那肯定有北方人 那北方人吃饺子 冬天一定要搭的就是腊八蒜 对对对 腊八蒜呢是在 因地腊月初八这一天来腌制蒜头 是传统民间节日 腊八节的食俗 在中国北方 尤其是华北地区非常流行 嗯 遇到妮娜之前 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叫腊八蒜 第一次到妮娜家的过年的时候吃饺子 然后他们就拿出这个绿绿的蒜 想说 我靠这个色素 颜美太绿的吧 我看着觉得有点恐怖 不太敢吃 但是你说 你以为是人工色素的 对我也是人工色素 可是你们又说 没有啊你们都就这个吃 这个是腌蒜 然后我想说 腌蒜怎么会是绿的呢 反正就吃饺子夹一颗看看 结果吃着 不太习惯 主要是 这个醋的味道跟台湾还不太一样 对 加上我有点心理作用 所以我就不敢吃 可是过了两三天 每天吃它一点点 就发现 竟然是越吃越搭配 这好像那个越来越好玩 越来越好玩 那种 越吃越好吃 越吃越好吃 你知道为什么腊大蒜是绿的吗 这种是不是要上 嘴趴空气突然安静 我不知道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我刚好 因为在北方呢 大巴的时候环境的温度都是比较低的 大蒜呢 如果经过低温的冷藏 它可以激发蒜里面的蒜梅 把经过冷藏的大蒜呢 泡在处里面 在酸性的环境下呢 大蒜里面有一些寒流物质 在蒜梅的作用下 发生了结构的变化 深层的蓝色跟黄色两种流色素 哦 是蓝色跟黄色叠加在一起 就变绿了吗 想说学会话都学过 同一个概念 所以它是天然形成的绿色 跟深蒜相比 辣八蒜的营养价值没有降低 而且对肠胃的刺激性更小 所以它适合更多的人吃 我从小吃辣八蒜 都不知道辣八蒜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但是我们回到台湾之后呢 我们就再也没有吃过辣八蒜了 也没想过要自己去腌 主要是也没想到会这么多年 就一下子这么久没有回家 是吧 对所以为了让妮娜试吃水饺的时候呢 能吃上辣八蒜 更有回家的感觉 我们从三周前就开始准备了 第一步呢 先来这个去这个蒜皮 对给大蒜们泡泡泡 泡一会儿 它的皮就会开始脱落了 泡了一个小时了 我们蒜已经非常好剥了 我们现在就来给它剥皮 很好剥 很好剥啊 你看 一撕就撕下来了 来是想说一个剥一个切 而发现剥的应该供不上切的 所以我们先一起把它剥一剥 对对对对 损伤的部分 最后还有坏的地方把它切下去 有的人是头尾都切一刀 说会绿的比较快 为了让它快一点沥干水分 我们就在室温下 把电扇开到最大 然后再这样摇一摇 反正不管怎样 干的时候一定不能有生水进去 然后我们准备两个玻璃容器 已经洗干净了 并且也已经干了 醋呢 这次我们准备了两种醋 对 我们就来腌两罐 然后一罐用我们家最传统的做法 就是颜色深的醋来腌 不只放醋而已 另一罐呢就是 我们用米醋来腌 给大家加点糖 让它有一点甜味在里面 也可以不加 然后喜欢有一点甜味的人也可以加 来吧 没过就可以了 上个儿 第二瓶 没过它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的辣辣蒜呢 就把它腌制上了 是 常温之下吧 就是温度越高 它会滤的越快 然后呢 它要闭光 把它放厨柜就行了 我们来放进去 盖上柜门 这样就闭光了 之所以又会出现在大家面前 是因为我们6月1号腌的那两块大蒜 好像失败了 没有变腌巴蒜 它还是只是腌蒜 腌不成真的要像我姥姥说的 腌不成 那只能在腌巴腌吗 我们现在夏天了 腌不成 还这样才是越无聊 这个蒜我们腌之前有上网做功课 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小地方没有注意到 就是蒜的品种的选择 还有腌制的容器 大家现在看到外面保鲜膜 是我腌了几天之后 两三天之后加上去的 但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用 是因为我感觉这个容器 它没有完全的密封 再者是蒜的选择 这个蒜是路边摊跟那种上埋的 不是纸皮蒜 对而且就是说腌腌巴蒜 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蒜要提前经过冷藏 对 虽然这个蒜我们也在冰箱里放了两三天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已经常识 在日光下曝晒 在冷藏也没办法让它激发 它体内的这个 蒜霉 对对出来了 嗯 所以我们又准备了一包大蒜 对我用纸皮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这种紫色的 紫皮大蒜 现在准备要来剥皮 再重新一次这个步骤 开始直接腌吧 初上来了 今天是6月10号 我们再给它一周的时间看看 哇这个这个 凌晨腌的到现在24个小时 对 已经开始变化了 翠绿翠绿的颜色出来了 太棒了 从6月1号第一罐 腌到现在6月18号 前面吧 感觉要成功了 变绿的很漂亮 结果今天打开 感觉它没那么绿了 哎呀 绿到一定程度之后 又开始返黄了 就是没有再继续变绿了 后来我们又上网查了一下 又学习了一下 感觉应该是在它变绿之后 就马上把它放到冰箱去 所以最后一次了 我一定没成功成功 我一定没成功成功 好吧再试一次 开始播算 看最痛苦的环节 腌喇叭蒜是一个 非常尊敬夫妻感情的活动 不一定哦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 别人不知道可不可以 弄到心烦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可能成功哦 你知道为什么不 不知道 因为这个冷藏的时间更久 哦 我总觉得这个算要多冷藏一段时间 因为它毕竟不像北方那么冷的 是 初来上 我们继续期望的 希望它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嘞 这是昨天腌的 看得到 这个翠绿感就很漂亮 对 把它放冰箱保存了 希望它可以一直滤下去 好了终于到了试吃 小当家眷村水饺的日子了 总共30颗 30颗水滚啦 下饺子 冷水饺 哦 煮饺子尤其是冷冻的 下去之后一定要先这样把它推一推 怕的就是它沾黏盖盖儿 好 等它滚 等它滚 非常明显的 超大颗的 超大颗的 挖掉吧 巨角 真的 对啊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像一个一个的跟那大元宝一样 出锅啦 要过年的Fu 我们的水饺煮好了 然后我们的辣发蒜 也是时候跟大家展示成果了 看看这颜色翠绿翠绿的 哦 非常美败哦 这不是非常成功 很绿很绿啊 我可以去跟我姥姥邀功了 我们腌成啦 哎呦 哈哈哈哈 一盘成不了 但是呢 其实这是我们腌的那一盘当中 所有绿的我们展示出来了 这一盘是腌了几天啊 18号腌的 今天22号 四天的成果 还是不错的 它剩下的没绿的 有可能会变绿 也有可能 绿不了 真的是跟蒜的品质 还有它冷藏的控制 对对对有关系 好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配着我的辣发蒜 享受这次的大饺子了 哎呀 它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酱汁 对 我们先倒出了它的花椒油 还没在台湾见过 他们会配花椒油的呢 然后这个是 爷爷必吃辣油 辣油 然后还有蒜蓉了 这个我也挺想尝的 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的 对 沾成一致 蒜蓉酱 跟饺子非常的搭 还有这个 辣渣 辣渣 这个也非常的北方 你知道吧 我们都会自己炸辣椒渣 那就是配着醋一起吃 然后还有一罐是 坚果麻酱 麻酱我是挺常吃 可是我说实话 我吃饺子 还从来没有沾过麻酱 对 那我们就开动吧 知道哪个 跟大家通报一下 是 咱们这个 哇塞 你看这个 嗯 就饺子 平常吃的是就饺子 这么巧 嗯 它的面皮很Q 对 吃的出来是手工的 真的是不一样 皮很Q 然后吃下去 它那个肉的汤汁很鲜 嗯 四季豆圆 嘴里 咳嗲咳咳嗲 好像不错 很新鲜的感觉 配上它这个酱料 超好吃 我还尝一个我的辣巴蒜 我先放在这 下一个我就要就着辣巴蒜吃 你看你看 颜色 超大可爱 颜色不一样 这应该是别的口味 好 这应该是水里红 你吃水里红了 我吃到的那是高绿菜的 没事 普通的高绿菜 让我加一口我的辣巴蒜 旧的 这是这个感觉 这是这个感觉 嗯 穿越来穿越来 一秒钟回到宝丁了感觉 最近 家乡料理吃起来 怎么样 还不错 真的不错 在台湾就是说你吃到最接近家乡的味道 应该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set 嗯 这样一个套餐的感觉了 五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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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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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吃到雪里红馅的了 哇 好容易吗 三八九十 我想说三十克应该没有问题的 结果它真的很大 这饱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我本来以为我饱了 可是看你这样呱唧呱唧吃着 我又觉得我得再吃两个 真的很好吃 真的 你就说水饺看是一个很简单 很日常的东西 但是有讲究没讲究是差很多的 这个馅料到包的这个手法 好像没什么 但是真的是吃得出来不一样的 嗯 如果跟我们一样喜欢吃饺子的 推荐可以尝尝角当家的水饺子 尤其是 道地北方姑娘认证过的 这个皮啊 馅料的品质 还有它搭配的这些自制的蘸酱调料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加分 它在台北就有店 北部的朋友 你就可以直接去它店里吃了 但是离台北远的朋友 哎 想吃没问题 还是可以上他们的网站 直接去订购了 是是是 购买讯息放在我们的资讯栏 可以去参考看看 好了 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影片 好 就这样了 拜拜 你抓我头发抓累了 到 này 我烤铢这些 你困了 你睡了 你睡了 我反正说 happened to you 冷静了